佛教给我们的原则 就是叫我们常常念着别人的善 我们在居士林 听过伊斯兰的简介 印度教跟巴哈裔教的简介 所有宗教的圣人 都是教我们做人 都是教导我们要心善 念善行为善 但是所有宗教经典 是在讲的 佛的经典讲得最究竟 最圆满 为什么呢 他讲了 不容毫分不善夹杂 这是其他的经典里面 我没有看到的 这就讲得彻底讲得究竟 不可以夹杂了 这个人 有十分是悟 有一分是善 我们只赞叹他一分善 只取他这一分善 把他那个十分悟忘掉 不要放在心上 这人还是个善人 这个人有十分善 有一分悟 那一分悟当然更要把他忘掉 决定不能放在心上 我们心上放别人的过失 放别人之悟 是我们自己的悟 偶叶大师 临风中论里都说得好 静云 没有好物 静 是我们物质生活环境 云是我们的人事生活环境 外面 人跟物都没有好坏 好坏从哪里生的呢 好坏从自己心里的身体 你自己喜欢他 这就好啊 你自己不喜欢他就坏啊 好坏没有标准啊 好坏随顺 个人烦恼 这么来的 所以佛教导我们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 职责 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 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诸佛如来 花言经上讲 清语无情 同源终止 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真修行 真用功 也就在这个地方啊 好坏